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么就是买的地方存货不够了 所以我只买了一本 就很难用它去做一个很大很复杂的工程 终于在我孜孜不倦的搜索中 找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教程 我是在YouTube上找的 是一个英国的男士 他是一个小学教师 我就看他做的那个相册非常简单 而且非常省纸 然后又不失功能性和美观性 所以我就联系了他 他把他的那个教程和裁剪纸的那个尺寸发给了我 所以我就准备尝试着自己做的过程中 是不是也可以录一个教程来教大家制作 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 我自己是一个初学者 刚入门 所以你看那个什么网上那些大神 他们做那什么好多机关推拉的那些 那些玩意儿我都不会 你说我学吧 我能学会 但是我现在着重的就是能 我不浪费纸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最起码是有功能性 而且又不丑的这么一个作品 慢慢来嘛 其实我倒不是很喜欢那种上面叮叮当当 有很复杂的东西的那种相册 因为最终我是要把相片和自己写的东西夹在做的那些东西里面 好了废话不多说 我来给大家大概翻看一下吧 这个纸其实我是两个月前 我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才发现的 我之前根本没有听过这个牌子 这个Stamparia啊 他们的团队里面其实有三个主要的设计师 设计这个纸的 它是他们这个团队中一个叫Christina Radonva的 这么一个女设计师设计的 她非常擅长做那种自然的设计 就是他们家的那个forest的丛名 就上面有小松鼠啊什么的那个 也是由它设计的 所以就能看出来风格了 它的灵感就来自于人类和自然 以及就是环绕我们的宇宙之间的那种联系和平衡 这个灵感我觉得都很贴近我 因为我以前在阿拉斯加住过两年半的时间 这个纸 当时我第一眼看见的时候 就让我想起了我在阿拉斯加美好的那两年半的时光 好了刚才已经说了废话不多说 又说了好多废话 现在来给大家翻吧 这个是一个十二英尺乘十二英尺 就是三十一米半的 封面呢就不多说了 它给了我们里面所有主要页数上面的一些亮点 封面里面呢就是这样的像百花树的那种树皮 树屑和军裂的那种木纹 还有一些刻印上去的字 其实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种就是双面的纸啊 我其实是倾向于那种单面的纸 你就给我弄单面 然后给它不要弄十张弄二十张 这样子我可以用一面 因为我做册子的时候 它是一本纸又不便宜 然后用了那边就没有办法用那边 其实我其实还是要贴在一个比较厚的那种卡纸上面的 我就觉得有点浪费啊 心疼 第二页就是这样的 一只路妈妈和路孩子 或者是一只近处的路和远处的路 其实它们俩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月像 还有一些远处的树等等之类的 这个也是一个树皮或者树桩 我很喜欢很喜欢紫色和蓝色 做渐变或者混起来的颜色 然后下一页是九宫格 这页上面全是亮点 每一个都可以做出亮点来 青蛙和猫头鹰 我好喜欢这个羽毛啊 还有这只狼 我觉得它的pose不错 就点心了狼群的pose 这些东西因为它有背面 所以我是肯定要剪下来做卡用的 我非常舍不得把这个背面贴在上面 就那么浪费了 下一只其实我超喜欢 我觉得可能是我在这本纸里面 看不懂的 回头得问问我的朋友 看哪些人能告诉我 他写的是什么 这些东西也可以做小卡 背后就跟前面那个封面的背后 其实一模一样的了 我觉得 看机力不错吧 这也我觉得可以作为封面用的 这只狼我超喜欢 背后是个树桩 这树桩是不是还有那种动身的立体感 感觉我就一直那么炫炫炫 被吸引了那个中心 如果我用那边的狼 然后损失了这个树桩 其实我觉得 我不会说是太心疼 虽然它也挺美的 但是我觉得它是合做背景 也做不了什么亮点 哇 我从镜头上看到 这个月球表面 简直很立体 感觉这个东西都突出来了 这张背景是 是不是非常漂亮 哇 背后又是蓝紫色的星空 还有那个曼陀罗花 我觉得它 其实我是很喜欢五颜六色 非常忙碌的那种图案的 简洁和清淡 其实并不是我的风 所以你就能体会 我有多么喜欢这种纸 就是它会把非常多的元素 都集合在一起 但是又不会让人觉得 不大相干 非常的英文怎么说 cohesive 就是很和谐 下一页就是肯定要做卡呀 最起码或者就是 我要翻照片 做那种 就是一摞照片卡 前面的那个封面 所以不会把它遮挡起来 我也会想要尽量把背后 都利用起来 因为背后就很美呀 你怕贴实贴在一个什么表面上 就损失了后面那个图案 我的口号是不买全价货 这纸还是我打折买的 但是我也很心疼呀 因为它比我一般 要做手工的纸质 要贵的多的多 而我又是一个新手 肯定做不出来什么精艳的作品 但是我一点也不会浪费 下面这张图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那种 就是感觉是 淘宝本的那种风格 还有很多几何的线圈和图案 它是一个紫色 为主要色调的这么一张纸 背面也非常协调的 我喜欢它有这种小太阳 其实它是一个 没有规律的这么一个图案 然后下一张 下一张 肯定就是剪下来做卡片 没得说 不过这种可以剪下来 做某页上面的亮点 我觉得 背面这一个梦 其实我是可以牺牲的 让我看看 如果我要把那些卡剪下来 应该还会有余着的一些 能用到什么编导料就可以了 无所谓 这张也适合做封面或者封底 这个猫头鹰看起来还有精神 不错 这个边框很美 所以我都在想 就是Stambaria的这种双面的纸 其实我觉得最适合的 还不是做迷你相册 其实它适合做一个 scrapbooking 剪贴布的那种打底的 正反面都可以用 目前我还没有发现一个 就是可以把它们完全 物尽器用的这么一种方法 如果我发现了 我会告诉大家 咦 这个是不是又重复了 就是刚才那个 如果它重复的话 对 封底的这些月球表面和前面那个 是重复的 有重复的也好 就不用心疼 比如说这些纸 用了这一面 损失的那一面 我后面用这张就可以了 我用他们家的纸的时候 我真的是这种条 我都会剪下来留着 然后就这么中间这一留 我也会剪下来留着 包括这些小方块 我都会剪下来做个口袋 什么之类的 把它用完完整整的 所以这就是Stambaria的 这个Cosmo的纸 大家应该在网上也看过一些了 反正我就想告诉你们 我准备下面用它来做一个mini album 十有八九 我会出一个 大概是我在B站的第一个教程吧 希望我能搞明白怎么弄 只要我自己能做到一起 我就把它录下来 然后剪辑的尽可能的清楚 大家也能看明白 反正我下面要做这个工程比较小 不会太复杂 所以祝我 也祝你们好运吧 另外还有一个事 既然已经都自己手记录了 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又很贱很贱的 在五月的一开始 今天我这是四月三十号 但我准备从明天开始 再开俩本 因为我之前给大家讲的 那个我更新减负以后的 两个笔记本的手账体系不够用了 因为它不够我写 因为一个只是缓写日记心情的 还有一个 如果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可以过去翻我那个 2020简化手账体系的视频 大概就是那两个本 我要怎么用它 因为那个TN呢 它里面装了一个 其实地方并不是很大的 阅历和周历 所以我一用它来记那些 关于财务方面的东西之后 就没什么地儿了 而且我又每天想要干的事情很多 现在又来开始开发很多爱好 所以我就需要再添一个本 来专门记 我就是生活上 每天要做那些杂事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就准备 在五月开始 启用这个TN 它是一个A6的Shakespeare 里面我装了有四个内心 我顺便借这个机会 给大家讲一下 我一般设置TN的 最典型的设置方法 我一般设置TN 里面就是四个内心 一定要有 我用纸做的小口袋 如果这个TN自己本身 带口袋的话 那就更好了 可以装的东西就更多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是怎么设置这个的吧 反正打开 它自己里面是已经有口袋的 Shakespeare把它叫做 那个Deluxe Deluxe带口袋 Classic 就是经典款 它是不带口袋的 然后我都会自己做这个 就用塑胶器 塑胶器 然后做这种 它们叫Dashboard 我也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我里面有两个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在前面的口袋里面 我就插的那些 用酒店房卡 或者什么那种礼物卡 做的 缠了一些胶带小样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里面 这是一个贴片 不言六色挺好看 我就收进来了 这个里面装的是邮票 因为我有时候写个信 或者寄个什么东西之类的 或者给自己 这边寄明信片里面 就会装了一些邮票 随身带着的时候 就不怕没有邮票用了 然后翻开第一 嘿 嘿 别别别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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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 it go away go away go away 不好意思 我的狗又来了 然后这个呢 就是贴了一个 那个即时贴 所以第一本呢 通常是用来做计划的 做计划的 就是我自己用废纸 做了一个小本本 然后用箱子 就在每一页都印着 五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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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这么样 其实我把一个本给拆了 我大概就会 只会用它来做to do list 然后就每天干什么干什么 写了今天的日子 然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就像流水罩那样写 这个也是我自己做的 用一个那种project life的卡 然后就直接送在那个速封机里面 把它封了就可以 然后我可以用那种水性的笔来写 12345789 然后写完可以擦掉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呢 我就用一个区别针 别起来 它就不叫出来 这是第一个insert 然后第二个insert 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小口袋 然后小口袋 它上面下面有两层 这块可以装东西 这块就是一些破纸片片 万一随手寄个什么电话号码 寄个什么东西的 那条纸就给了 上面写着 I can totally do this 鼓励自己的一句话 然后下面这个本是写日记的 这是我用八川纸 然后做了一个本 做完了 然后就自己用那些什么水彩 在里面就随便 画呀 然后就随便在上面抹两笔 抹两笔之后呢 这样子我不会再需要点缀很多东西 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写日记了 就像这样 我已经写了几页了 看这个 是我昨天贴的 企图开始用直胶带了 其实还是用的不是很顺 因为我就是喜欢这样满屏的写 不是很喜欢就是 左贴一点又贴一点 这是一个吸铁石的那种小箭屯的 然后把那些写好的加起来 这样就可以马上翻到自己想要的那一页 这是第二个ansert 是日记 这里面放着一些很爽的卡 这样子它也可以用来点缀里面 或者后面贴个小照片什么的都可以 放进去 然后呢 这是第二个ansert 就是我是以旅行为主题的 因为我五月可能会要出门 所以呢 我就放进去旅行主题的那个dashboard 就这种东西我自己做了好多 各种各种大小的 然后下一个是第三个ansert 这只是一点全棉的那种纸 摸起来有点像布 但是反正就是我这裁一个那裁一个各种纸 然后把这些本和本之间分开 它就不会经常摩擦 然后把那些图辞掉了 Nobody has time for this 这个就是一个相当于杂乱的笔记本 有什么事儿 信息当天想到了什么 然后写进去 都需要干什么 所以你看前三个ansert 我讲最后一个再一块说吧 然后最后一个ansert 这也是一个我做的folder 然后就是很简单 前面是我们家俩闺女 老大老二老大老二 这是我企图用那种下脚料在上面拼凑起来的 然后这是我老公 然后这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 垃圾邮件吧 但是我觉得这一面的特别好看 还有那种老式的钟表印尼颜料 我觉得非常适合 放在我的本里 你看它后面是一个卖酒的 还不知道是什么 是一个广告明星片 然后我就把它放在这里面 可以用来垫着写字 最后一个ansert就是白纸本 这个可以用来就是画个画 或者说就是练个字 之类的那种素描素写一下 所以就是这样 然后后面就装了一些碎纸片 是我昨天收拾的时候 发现有好多下脚料 这么小的就舍不得扔 其实我可以用它扯开了 在里面尝试做拼贴 然后这就是最后一个ansert 然后在后面呢 就是我通常都会 放一两个tronk贴 因为有时候只会把手滑了 然后这是两个可以感谢的那种小卡片 我通常就是每个tn里面都会有邮票 都会有感谢的小卡片 然后都会有tronk贴 也不是说我有做麦歌手 那么一有别人 谁想要用tronk贴 我还可以提供一个 这个就是我5月的setup 再配上我最爱的灵美钢笔 就是我最爱的一支灵美 而不是我最最爱的那支钢笔 然后里面吸着是黑水 然后就这样 这个是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呢 我就很贱很贱的 又找了一个新本 然后这个本就是很便宜的皮 很便宜的本 因为我最近看电影看了很多 我想用它来记录我看那些电影 就观后感了 然后里面反正都走的是这个色系 里面放了一些纸胶带的小样 这个将来我给封面 会写一个关于电影的什么 一个引言 然后用那天给大家看的 一些原点的小胶带 做了一个目录 就是这样 我大概就是做了有十页吧 给了90个 因为这个本可能是144 也一共有288面 288面如果我一个写上4面的话 我大概能写72个电影 对吧 72个电影的话 但是有些长有些短 我就给了它差不多有90个 或者是90个还是99个角的目录 然后从这一页开始起 我就可以开始在里面 连写再画的记录我的电影 再看一下背面 背面就随时给里面贴了几张 那种即时贴 完事我开始用了以后 再给大家翻翻我用的情况好了 我不认为我今年能把它用完 能用完最好了 但是如果用不完的话就行了 明天接着用 然后就是一些多余的 一些纸胶带 然后这个只是一个电板而已 放在里面 看来我的手机不具备拍视频的能力 内存满了 拍着拍着说的正起劲呢 发现屏幕已经模糊定格了 然后我就换了相机 把最后这两句话说完 我想说的是 就本来我是有一个完美的组合 看到吗 这支领美的钢笔和这个本儿 简直了绝配 结果我吸了水以后 才发现它里面这个本儿 里面这个本儿 我记得应该是Timbor加的吧 我现在一个手拿着相机 这个组合这个纸 可能要挣扎一下 还好 它这个纸 其实用钢笔锁写 还有点儿硬 所以呢 我不能冒这个线 用钢笔去写 所以这个 就没法跟它配套用 真讨厌 失望了 简直了 但是没关系 我其实很喜欢用 这叫什么 Pintel Pilot Pintel 它家的这个素杆的中性笔 然后就挑了一个上面颜色 跟它还算能搭的 一起用好了 另外呢 我在到时候用的过程中 会搭配这两支笔 就一个是 Mailliner的那个 highlighter 那叫什么 荧光笔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 brush pen 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儿剪的这个笔 反正不是我买的 也许是谁给我的吧 正好这个颜色也能配 然后呢 我最近得练一练我的那个brush letter 的技术 因为我写的不是特别好 所以完事呢 等我用完了再给大家做翻翻看吧 行了 好 这一期呢 大概就到这 给大家翻了一本纸 然后呢 看了两个本 就是大概正样 4月就要这么结束了 非常激动 5月的开始 看看咱们能用个什么样子呀 OK 拜拜